這樣各位OK嗎? 簡報第九頁的 我們簡報第九頁這邊 來跟各位老師介紹一下畫筆 畫筆 平常老師上課因為需要指明 我們到底在講哪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畫筆其實也蠻重要的 那我右手邊這裡 有三個 然後這個我都有教學的文章 教學文章 我是不知道各位你覺得 你喜歡比較隱藏一點的 還是比較像我們現在右手邊這樣 有那個工具在的 有些老師希望干擾少一點的 那我就會建議你用這個RuneIt 這個資訊老師很多都在用這個 然後呢 我現在用的是中間這個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中間這個 就是它可以像這樣子 也可以有 像這樣的功能 有沒有感覺這樣就很聚焦 對不對 那下面這個呢 這個 Anonator 這個是我們那個食物投影機 IPEVO那家公司它的免費軟體 這個有MAC版 所以如果剛剛那個老師是MAC的 這個也可以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調查一下好了 老師需要比較隱密的嗎 就是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可以直接用這樣子 就是可以直接用這樣子 都要 都要今天不知道說會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 我先展示一下 那各位參考看看 好不好 我們後面這兩個 其實是要安裝的 當然 這個可以把安裝的檔案 拿出來 就跟我們剛剛那個一樣 就變免安裝 這樣各位了解 那麼Anonator就一定要用安裝的 那我剛才有講這個MAC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用MAC的 這個也可以 好 我先DEMO一下 Renit因為其實是 非常多人用的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放在這裡 有這裡 好 對了 它的官方網站在這邊 我都帶到 大家到它的官方網站 因為Renit是微軟的 現在最新的是到8.01 有看 看到這裡 才1.4M 這是這麼多工具裡面算最小的 一張磁碟片就解決了 更何況你現在找不到磁碟片可以用 可是它不是只有畫筆 它連錄影 還有截圖 現在都抓進去了 都有了 等於說它功能現在更新越來越多 那這個是資訊老師應該算是最喜歡用的一個 一樣的喔 你就從這邊下載 下載了 我就先解壓說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你等一下再來評估 看看你覺得 哪一種方式 是你比較喜歡的 在這裡 這個好像在這邊 你看 它裡面有三個檔案 有64位元的跟32位元的 那這個A的是另外的 所以我們就執行這個 好 我就點兩下 執行它 因為它的快速鍵跟我們的那個 這個有衝突 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P-spin嗎 對不對 你如果跟我一樣的狀況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理它 那不理它就是這個快速鍵便沒有作用 好 那我先把我的P-spin關掉好了 我重新執行一次 好 這樣它就不會跳訊息了 那你看喔 它是這樣子 這樣 Ctrl加1 就是放大之後你就可以有 這支筆就可以用了 這樣子 那如果呢 因為它都是隱藏的 所以你就是要 要學會一些什麼 快速鍵 它的設定的方法 比如說老師 你不要紅色的筆要怎麼辦 你會的英文的 顏色叫出來 藍色的叫 Blue對不對 你就按個AB的B 你看 這樣有沒有Blue的 對 然後呢 黃色的叫Yellow 按Y 橘色叫Orange O 你還會有幾個 黑色 黑色 黑色沒耶 黑色裡面沒 你都按黑 是進入白板模式 白板或黑板 有沒有 這是W就是白 那個白板 然後 像這樣子 那紅色就是R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要舉行 它就是按住Ctrl 按住Shift 就是一條線 所以有沒有感覺就是要記一些快速鍵 可是好處是什麼 你都看不到我怎麼用的 這是 這種方法 那當然它也可以按Ctrl加4 老師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Windows有介紹過一個叫放大鏡 就跟那個功能是一樣的 也就是我放大了之後我還可以操作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放大是不是還可以操作 再按一下Ctrl4 有沒有回來了 因為我們一般如果你在畫圖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電腦是不能操作的 也就是它等於把這個畫面擷取下來了 擷取下來了 那會像這樣子 那你看喔 它的快速鍵 在這裡 來 提價 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邊 有沒有 這裡 放大 就是這個 然後呢 它現在不只這樣子 還可以 做一件事情 還可以做錄影 還可以做螢幕的擷取 就很多啦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 在這邊 Draw 有沒有看到 剛剛的顏色都在這裡 R G B O P Y 都在這邊 像這樣 所以真的沒有黑色 真的沒有黑色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些時候啦 我會用的 在這邊 會做一個這件事情 下課休息 它也有 BREAK 你用滑出滾輪 就可以增減時間 這個是RUNEET的功能 所以 功能很多 可是 說優點 也是它的缺點 就是你要記一些 所謂的快速鍵 這樣你再用起來 才會比較好用 另外一個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 叫 這個叫 MouseTrack 那這個呢 它本身 你臨到它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有Windows的版本 也有安卓的版本 好 那我們當然就是用Windows版本就好 那這個軟體也是我目前啦 因為它也有免費跟付費 我目前買過最便宜的軟體 我買的時候是99塊 不好意思 NT搭了 台幣喔 但是現在比較貴了啦 現在漲價了 變200多塊 6.99美金 也才200多塊吧 你去買一個軟體 這種價格的 很少 因為這個應該是華人的 只是我不確定是台灣的 還是對岸的 好 那 有付費跟免費差別在哪裡 就是你的設定 它有沒有幫你儲存 可是你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都一樣 只是那個設定值 有沒有幫你保留下來 所以我自己買了兩套 只有不同電腦裝一套 好 那你看喔 一樣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把它安裝起來 那安裝之後呢 它就會像這樣子跳出來 來 它的選單 在這邊 幾家幾家 預設的話呢 應該是英文的 這樣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選單放成繁體中文 這樣大家看就比較容易 好 第二個 這個工具列 預設沒有打開 所以我會把它打開 在這裡 有沒有 就是這一列 這個 因為我喜歡這樣看得到 我就不用記快速鍵 那 你要自己指定拿幾個快速鍵 這個你可以自己選擇 有沒有 好 這邊你都可以自己設定 好 那再來聚光燈 你看喔 現在 現在聚光燈底下 平常這個是沒有開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想要有聚光燈的效果 滑出滾輪 放大 有沒有 然後呢 三秒鐘自動關閉 我就連關閉那個動作都不用做 如果這個我沒有勾 那我就 是這樣子 我要關閉 我就自己來這裡關 這樣你了解了 好 所以像這些 我們剛剛所做的設定 付費版的就是可以儲存 如果免費的 就是你每次都要設定一次這樣子 然後 很重要的 老師有沒有覺得 我的滑鼠外面都有一個光芒 因為 尤其是線上課程 要讓大家看得到那個滑鼠的位置 雖然我游標可以變大 可是 有時候還是沒有注意到 因此呢 如果你需要有這個 你看我點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我點滑鼠的右邊 點中 左肩 有沒有都不一樣 這裡都有不一樣的顏色 有沒有 它的動畫都可以 然後 這個就是我的指標 它會在滑鼠的外圍 你可以自己加一個這樣的框 然後指定顏色 這樣老師了解了 而且它有一個功能 我們剛剛不是一直在說 老師按哪一個按鍵 按哪一個按鍵 這邊不用這麼麻煩 按Windows有沒有就顯示Windows 按Ctrl加C 有沒有就Ctrl加C 是不是我的按鍵可以秀出來 這樣有看到的嗎 對不對 對 你看哪一個按鍵 使用者可以看得到 這也是這個螢幕繪圖的一個特色 所以一樣 還是那個原則 不是工具全部用上都好 看你的使用狀況 只是最近我這一兩年 我比較常用這個 因為它很簡單 也不用安裝 應該說我都把它摳出來 變成免安裝的版本 那這樣子我們在使用上的話 就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好 線上老師有說 他說下載的時候有出現 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樣大家都沒有看到 線上老師的問題 這樣有沒有 佳君老師說這個 這個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這個軟體我有用過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可能是你的防毒軟體 因為一般防毒軟體 它都會盡量建議你不要下載安裝 連Windows內建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還OK的 好 這樣 各位 兩個OK囉 可以嗎 再來我們看最後一個啦 Anonator 不太好唸 好 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IPEVO 這一家公司 如果老師有用過他們家的食物投影機 這個在台灣的市佔率也是算第一名的 它本身軟體的部分就有很多 尤其是有一些免費的 效果都還不錯 那您進到我們剛剛的這個網址 直接選擇下載 你就可以選擇 因為你可以選擇Mac的 或者是Windows的都可以 像我現在在那間Mac教室 我都是用這個 因為其他的工具都不能用 因為Mac可以用的工具相對比較少 不是說沒有好的 只是都要付費還要安裝比較麻煩 好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直接下載 那我也不小心下載好了 我把它安裝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沒有下載嗎 好 來 下載一下 應該有 好 在這裡 好 一樣的 您就把它解壓縮一下 好 我多一個資料夾跑出來囉 它就是一個安裝檔 您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我們原則上大概會安裝的 大概就這個 剩下的應該就沒有了 好 裝完了對不對 我們裝完了 我們IPPO這家公司 真的很不打擾你 好 裝完了對不對 它連自動執行都沒有 然後呢 你看喔 你看喔 它也 沒有幫你放在桌面上 你看這家公司多麼乾淨 一點都不想要打擾你 所以有些人會以為 我們是不是沒有安裝 其實事實上真的有在這裡 你看有沒有在這邊 有看到的嗎 Anonator 所以你找 開始這邊 找到它 如果你怕 不小心忘記了 請自行 把它盯選到開始 盯選一下 這樣你比較不會忘記 好 打開它 OK 然後呢 各位 同意條款 要認真看 因為你要 你沒有認真看 不能按同意有沒有 所以麻煩你右手邊 捲到最下面 我看完了 同意 好 那一定要你看一下 好 這樣就好了 在這邊 對了 它會有一個那個 你們應該會看到 它有一個叫做 要不要檢查 因為它跑到另外一個螢幕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如果你有安裝的話 它會做 這個要你檢查一下 要不要就是做那個 就是版本的檢查 你就選No就好了 因為我們已經最新了 沒有問題 好 這樣就有囉 欸 塗歐把熬了 在另外一邊 難怪沒看到 來 我拉過來一下 好 來了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在這邊 所以呢 你要有筆 按一下 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等同電子白板一樣 然後呢 它也有這個 如果老師覺得 打勾太麻煩 用蓋章的 你也可以自己自訂喔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圖 你覺得想要 比較常用的 你就把它弄出來 那這樣 就不用每次都要 自己在畫 好 那一樣有橡皮擦 你要擦掉可以擦 或是全部的 全部的你就從下面這裡 垃圾桶直接刪除 這樣就好了 它也有白寶箱喔 你看 一樣有這個 放大鏡有沒有 其實這個很像 我們的 現在那個大屏裡面 那些工具 很像這些工具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來使用它 而且我滿喜歡 它的一個功能 就是 你看喔 在這裡 這邊 這個筆 這裡是不是有個設定 你可以按一下 對了 大家現在預設進來看 你看是不是英文的 可以改成中文喔 可以改成中文喔 剛剛忘記了 來 你看我們這個圖裡面 這個 你如果執行 它現在可能縮在裡面 我把它拉出來 在這邊 你可以在那個圖上面 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一個設定 設定 有看到 語系是不是可以用反體中文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樣就變 反體中文 比較方便 好 你看這個筆 我按下去喔 按一下 我喜歡它 有一個叫做 暫顯墨水 這個 老師上課喜歡擦板擦嗎 自己寫完還要自己擦 有點麻煩 所以 如果我們寫完這個字 你有感覺到它會自動消失嗎 有沒有 有沒有 不管你是畫 還是那個 寫完會自動消失 這叫做 暫顯墨水 所以 我如果 懶的擦板擦 我會用這個 它有兩支筆 所以你可以同時 最多有兩支筆 兩個顏色 你可以直接設定 比如說你比較常用綠色跟這個 那你就把它先設好 我這支筆就是不擦除的 然後這支筆呢 我可能就是設成會自動擦除的 我就看時機 自由選擇 如果 要擦掉 我就從下面這樣擦 這樣OK嗎 當然它也有那個 白板的功能 有沒有 也有白板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 隨時的 做這個切換 事實上它也有錄影跟直播 你就發現現在那個軟體實在是 功能太多 不過 好用不好用就是一回事 那我通常就不太會用它的這種 錄影跟直播了 除非 真的有需要 這樣OK 所以在這個畫筆 我比較著重的就是 它有這個 暫潛墨水 對我來講 這個就還蠻方便使用的 好 老師這樣看完了 你來看看 我們這樣看完了這三套 哪一套會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看看你覺得 因為有些人喜歡 隱身的 就用RuneHit 反正用習慣其實都OK 好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的 我現在用的這一支 它的功能算中等 算中等的 也很輕量 那Anonator 就是功能比較多 那有暫潛墨水 剛剛玩的那個 可是缺點就是要安裝 等於你要多做剛剛那些設定 像我比較常在不同地方的電腦用 如果還要多做這些設定 對我來講就要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就通常會選擇 第一個或第二個這樣子 這樣OK 可以齁 所以老師先了解一下 哪個工具 好用 你就試著用看看 是 老師請說 右邊有顏色 右邊有顏色就是這個嗎 這個 對對對 就是我平常用的第二個 這個 你只要進入畫筆的功能 他就會多另外一個工具出來 好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 我要做個線條 對不對 直線啊 像這些都可以直接用 改顏色 好 像這樣子 這樣老師OK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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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